好 台北有民眾到高雄的熱炒店來用餐 結果發現炸花枝丸100元就6顆 裡頭沒有花枝 德國香腸也是 目測份量大威州兩條竟然賣100塊 原本就覺得南部物價比較便宜 但是現在完全改觀 店員將菜端上桌 民眾看傻了眼 因為這道炸花枝丸只有6顆就要100元 是啦 你們高雄比我們台北更貴 民眾直呼貴的嚇人 因為切開花枝丸一看 裡頭完全沒花枝 這是在高雄市知名的連鎖熱炒店 標榜百元平價 但這道花枝丸外型大小與坊間岩酥雞店 賣的其實差不多 也沒特別美味 價格卻多了足足60元 真的好貴 100塊 6顆耶 你吃這道炸花枝丸 只有鍋子如果它有料的話 除了這道炸花枝丸外 民眾也拍下其他菜色 同樣份量也不多 像是七里香串燒烤的小肉乾 兩串要80元 還有雞肉串燒也是兩串80 德國香腸更扯 目測大約只有兩條的份量 這樣一盤要100元 而這個照燒牛小排份量也很少 一份賣250元 很貴 對啊 而且外面可以 外面應該鹹酥雞都可以買很多顆吧 我覺得不夠吃 而且沒有那個價值 現在物價都上漲了啊 因為我們花枝丸也是用的比較真材實料那一種啊 那物價上漲 我們也沒有跟客人請漲價啊 就是我們吸收這樣啊 業者強調現在物價上漲 餐點分量並沒有縮水 成本都由他們自己吸收 但再看看這些料理 分量少價格卻都100元以上 分量與定價完全成反比 也難怪會引起民眾反感直呼被騙了 全選成勝一王 越方 高雄報導